第一二四一张阿丑 子长老 圣天门另外两名八重五皇也大惊 他们现在 已经被对方围攻 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根本无法脱身去援助 没想到 这么快的时间 子藤就死在了对方手中 在子藤死后 林霄立马就将对方的储物借摘在了手中 鸾长风也丝毫不介意 毕竟杀死子藤 也多亏了眼前这人帮忙 随即 他力喊一声 便朝着受伤更重一些的迪迪魏冲杀了过去 带的眼前子藤化成丹药后 林霄立马收起 而后也向鸾长风攻击去的迪迪魏冲去 他加上鸾长风 再加上子尸魁 明显更容易将其击杀 没太久的时间 迪迪魏便是被两人一师重创连连 最终 林霄一剑展入了迪迪魏的身体 对方毕命当场 而这次 鸾长风第一时间将对方的储物借取了 扭头便向少定冲杀而去 林霄有些惋惜 你们给我等着 少定见状 突然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将苍龙门矮兽地子和周围的树人 全部震飞了出去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远处 朝着远处爆裂而去 毕壮 随我去杀了他 其他人 把剩下的这些人解决了 鸾长风大喝一声 朝着少定追击而去 那名为毕壮的矮兽弟子 跟随而去 林霄收了八重武皇化成的丹药 把圣天门这里的人 全部也解决了 而后 一句话也不说 便是离开了此地 绕开了数个位置 进入另一个房间后 林霄与子师傀 换了一套衣服 再切个较小的暗号切口 再次出行 这样一来 谁都不知道 方才出手的那人是他和子师傀 糟糕 遥光断剑 林霄下意识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出手 用的是遥光断剑 等一下再用 肯定会被人发现 在这里被人发现不要紧 主要是 等出去以后 他在用遥光断剑 岂不是会被圣天门的人发现 杀了圣天门的八重武皇 恐怕 圣天门会暴怒得派人到处追杀他吧 林霄二暗自骂 早知道 不用遥光断剑 这下好了 以后用遥光断剑 便要得注意了 这次 林霄神识探入了八重武皇的储物界当中 发现了里面有着大量的财物和其他物品 不过来不及仔细查探 随意取出一把完全的长剑 而后快速朝着其他房间飞掠而去 大致飞掠了这扫视了一圈 建得一座古朴的房屋 林霄双目不由亮了起来 这种房间 与丹药房风格有些相似 或许还真是什么药房 里面有什么丹药也说不定 于是乎 林霄便让得子失魁冲了进去 不少所有房屋内 都会有人在其中 过了好一会儿的时间 没见得有任何动静 林霄便飞掠了进去 诗 在林霄踏入这座房间门口之后 一个特殊的场景 出现在了林霄的面前 只见 房间内 周围有着九团灵火 照亮了整个房间 在他的前方 三个丑陋的中年人 极为平静地坐在了那里 三人面前 还摆着茶杯 杯中还有热气冒腾 而坐在茶杯前的其中一人 正是子失魁 林霄眉头立皱 心中一股寒意不由自主 地涌了上来 他命令子失魁 进屋寻找东西 遇到人就打 千不说子失魁的战力 在这里面近乎无敌 哪怕对方再强大 除了他 根本不可能命令子失魁 更不可能让子失魁 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而眼前 却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那两人 肯定不简单 林霄已是做好了 随时攻击和暴退的准备 我这里 已经好久没有活人来了 坐在中间的那名丑陋中年人 忽然发出一阵极为 沧桑和沙哑的声音 那声音还带着灰色 仿佛是太久没有说话了一般 听得这话 林霄浑身上下寒毛都立了起来 这下 他可能遇到大麻烦了 中间那丑陋中年人继续开口 语气淡淡地道 二十岁古灵 圆灵双修 能跨两极战的六品终极灵力 拥有灵能 很不错 你是谁 林霄脸上顿时露出了骇然之色 他拥有灵能的事在四谷那片区域展示 但还没传到这里 而且他现在可是长着丑陋中年人的模样 隐匿了身份的对方怎么知道 我是谁 丑陋中年人摇了摇头 声音沙哑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林霄毛骨悚然 丑陋中年人看向了旁边另一个中年人 问道 奴人 我是谁 主人 我也忘记了 那中年人回道 林霄心底在寒 你忘记了 中间的丑陋中年人感叹道 忘记了好啊 说着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道 阿丑 除了阿丑这个名字 我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 文言 林霄心中亥然 阿丑 对方摸着自己的脸说自己叫阿丑 难道 对方是真正的丑陋中年人模样的主人 这片区域 这座古城诡异的主人 林霄头皮都阵阵发麻了起来 好了 不用管我是谁了 丑陋中年人说着 好像忘记了林霄的存在一般 自言自语地道 我该炼丹药了 随即 他手一抖 一堆药材 便是浮现在眼前 他扭头看一眼一侧的紫师馗 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奴人 道 湿灵花 帝皇 藏帝寒 无香泉 以这些药材为辅药 致阴寒属性炼化的丹药 效果会更好 奴人 你拥有阴寒属性的血脉 你身体内 最为贵重的 就是血脉 当然 丹田修为锦次 经血骨肉 发肤普通血液 也都有用 说吧 强大灵力涌动而出 那奴人被控制着横躺在了那堆药材之上 健壮 一股浓浓的含义 自灵霄心头涌了出来 其 怒 哀 去 实际上也可以炼制出特别的丹药 不过 这种丹药颇为麻烦 化繁为简 无论主要是喜悦 愤怒 悲哀 恐惧 都已胡练了 说着 作者的丑陋中年人眉心 有灵活涌动而出 炼向了施灵花 第一二四二章人丹丹方 施灵花 阴入阳破阴 从百会学 入骨三分 屁股热融 以脑阴冲 丑陋中年人口中不断说着 将药材 人的血位 注入流向 位置 烧灼 屁股等等具体的方法 一一结奖了出来 而此 纳施灵花恋成夜话 开始注入到了那奴人的头顶百会学上 啊 一阵尖锐的沙中斑惨叫声音自纳奴人口中传了出来 纳奴人面露无比惊恐的神色 林霄头皮闸开 浑身上下寒毛树立 对方这事 在炼人丹 拿活人当主要炼丹 然而 林霄也赫然发现 他的身体 动弹不了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炼药 下一个 很有可能会是自己 是 这时 又见丑陋中年人 林立控制着地皇 塞进了对方嘴中 灵火断烧 将其嘴角堵得死死的 那奴人想喊也喊不出来 双目突出 面旁发肿 面目争鸣 痛苦无比 而紧接着 又有灵火接近奴人的双筒 缓缓灼烧 林霄看着心惊胆战 头皮阵阵发麻 再接着 丑陋中年人不断将其他药材也炼成液体 不断注入奴人身体的其他部分 灵火也不断烧其各位血味 而且 手段十分残忍 各种辅助药材灌注完了 还用灵火慢慢温熬奴人的身体 足足两个时辰 奴人才死亡 最终被灵火和灵力包裹 断烧压缩 凝炼成了一枚丹药 丹药一出 浓郁的香味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林霄脸上都已经溅了汗 人丹 吞天灵地记忆中有看着提及 没想到 现在竟然亲眼看到了 对方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炼成了一枚丹药 手段非常残忍 而在炼丹的时候 对方还把药方 炼制的手段 火焰的温度 时间等等 都一一详细地讲解了出来 就仿佛 是在兽徒一般 林霄大概猜测到 对方可能是在传授人丹丹方 而应该不是要炼制他 人丹丹方 一旦出现在世人面前 绝对会引起轰动 引动无数人的追杀 同时 也因为人丹丹方以人为主要 药材好找 又能够根据别人修为不同 而炼制不同品级的丹药 能够快速提升修为 因此 人丹丹方也会让无数灵控师心动 也就说 人丹丹方是双面的 一面是对自己 充满了无尽的诱惑 无论是谁 都会为之心动 一面是对别人 若是落到别人身上 那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其铲除 此刻 林霄都不知道 他看到这人丹丹方 不知道是喜事忧 然而 他别无选择 他整个身体都不能动 只能认得这丑陋中年人 在自己眼前生生炼丹 还把方法一一地讲解 烙印进了他的脑海中 而在这奴人被丹药之后 又有一个丑陋中年人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坐着的丑陋中年人 再次以那人为主要炼丹 不过这次 服药和炼制的方法 又有所不同 手段仍旧是残忍 用时也比之前少了一些 而这个主要被炼制成丹药之后 又有人走出 那坐着的丑陋中年人 再次炼丹 讲解 林霄都不知道自己占了多久 他足足看了对方炼制了 一百次人丹 有慢慢熬死的 有一下子就烧死的 也有手段残忍无比的 还有用刚死之人炼制的 炼药的方法 手段 相似 又不尽相同 变通无数 甚至还有用无数具死人尸体 或者用断手断脚残死炼制而成的丹药 不过 那种丹药 对方也声明了 并非真正的人丹 只是拥有类似的药效 这是为了能够林霄理解的更加深刻 还有不用任何服药 直接用对方身体炼制的人丹 最终 足足炼制了一百枚人丹后 那丑陋中年人才拍了拍手掌 感叹道丹方 我已经传授给你了 能不能炼制 就看你自己了 有武便有战 有战便有死 人丹无善恶 善恶是人心 你走吧 那丑陋中年人摆了拍手 整个人和那些丹药都消失了 林霄的身体 开始可以动弹 此时 林霄内心 已是震惊不已 人丹丹方 竟然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有些欣喜 但也有芥蒂 毕竟 以人恋丹 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而且还要受到泄露的莫大威胁 林霄心情复杂无比 讲了好长一阵子 都没有完全想通 干脆暂时将其抛之脑后 命令子师傀 与自己踏出了这间药房 师 踏出房间 外界月光照亮的古城街道 再次出现在了林霄的视线当中 只不过 整座古城 房间数量 已然减少八九成 一眼便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 我这是在里面待了多久 林霄心中疑惑 他一出来 古城的房屋 都差不多要消失完了 那岂不是 宝物都要被别人抢光了 当然 若是与人丹的价值相比 其他宝物 恐怕都不值一提 是 而下一刻 他背后的房间消失 整座古城的建筑 全部消失隐匿 方圆千里的古城内 变成了一个空旷之地 大量的身影 皆出现在了林霄的视线当中 所有人在这一刻 无论是在战斗的 还是原本在房间内的人 都纷纷停止了下来 结束了 有人暗暗错愣 东 这时 那城墙门口 缓缓打了开来 最终 倒打开了一半的位置 走 否则 等下就走不了了 有人大喊了起来 一群人纷纷向城门的方向 暴掠而出 林霄眉头一皱 也带着紫尸馗 快速地飞掠向了城门口 不尽快出去的话 恐怕 还不只是出不去的问题 若是让三大势力的人出去 八九重五黄在门外一站 他们想要拿着宝物离开 恐怕很难 林霄和紫尸馗的速度极快 没一会儿的时间 便是飞到了城门口不远处 而这时 已是有人冲向了半场开着的城门 扑 那人即将冲出去之时 仿佛触碰到了什么力量一般 整个人顿时化成一片血雾 什么 林霄心中已经 连忙停止了下来 这城门 现在还不能出去 不仅是林霄 所有人都纷纷吃惊 历史止住了身形 而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那同门 缓缓向外移动了一点距离 但又停止了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有人不解的问道 不过 没有人回答 因为 所有人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城内建筑都消失了 城门口也打开了一半 按理说 也应该可以出去 可为何 出去的人一下子就死了 没有人敢妄动 第一二四三张鼓洞上 过一会儿的时间 全部的人 都已经来到了城门附近的街道 人数 总共仅剩下了三百人左右 林霄都不由吃惊 两三千人进来 就只剩下了这些人 目光在人群中扫了扫 林霄发现了有两个 一脚有缺口的人 心底为两人松了一口气 而后 认得他如何查找 都找不到另一个衣服 有缺口之人 当然 此失魁不算 与他同路的另三人 有一人陨落了 而让得林霄 差异的是 其中有一个 一脚有缺口的 竟然是身穿着 圣天门的服饰 藏在圣天门的人群中 林霄有九成 可以肯定 那人 当是西雨成 而真正圣天门的人 除去西雨成之外 竟然也陨落了大半 只剩下了八人 当然 这也只是林霄排除 西雨成之后 看对方身穿 圣天门服是算的 圣天门的人 有没有隐藏了身侧 穿了其他人的服饰 或者还有没有 其他人伪装成 圣天门的人 那便别说了 而苍龙门的人 只剩下十人 鸡家的人数 剩得最多 还剩着十八人 不过 鸡家来的人也多 足有三十数 也将近陨落了一半 可想这城池的争抢 有多激烈 而这其中 应该也有三大事 历纱了眼 相互猎杀的原因 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人死了之后 没有多移动一点位置 正当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突然开口道 所有人的目光 都纷纷朝着那人 看了过去 那人身着普通 也没有特殊的体型 所有人都看不出来 那是谁 不过 对方的话 似乎也有道理 而且 也没有说完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 死一个人 那城门会移动一点 我们这里 活着的人数 比例可能太多了 城门没有完全打开 那人说到 丘 这时 其附近的鸡家一人 突然朝着那人暴掠 一箭筒进了他的身侧 扑 尖血喷射而出 那人历时毙命 而在那人死后 城门果然移动了一点点距离 左有人神色纷纷一明 这城门果然是需要有人死亡 才会多打开一点 师 那人死亡后 自行收缩 灵火断烧 凝聚成了一枚丹药 不过 那丹药很快便消散于空 不是外面进来的人 灵消眉头一皱 根据他的经验 死后人单没有留下的 都不是他们外面进来的人 有可能 都不是人 他们这些人群中 可能还混进来了不少那种人 真正的死亡人数 应该还要增加不少 也难怪 对方能够猜测出来 这似乎不像是在猜测 而是故意说给别人听的 想让他们相互厮杀 各位 正当这个时候 有人说话了 说话的 是圣天门人群中的艺人 声音故意压得沙哑 让得所有人听不出具体是谁的声音 灵消目光看去 见得那说话之人之后 心中力时一跳 那开口的话 竟然是一副有缺口的那位 也就是说 十有八九是西语城 假装圣天门的人也就算了 现在还这么高调 这西语城要干什么 我们圣天门的八重武皇 和苍龙门的八重武皇 全部都陨落了 那人突然开口道 圣天门内的人皆纷纷皱眉 哪怕是陨落了 这个时候 就不该说出来 这是保身之道 否则 其他人对他们动手 他们岂能挡得住 苍龙门的人也醋眉 灵消则是一阵吃惊 苍龙门的八重武皇 也都陨落了 这是真的假的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那人继续说道 而姬家 还有一位九重武皇 和一位八重武皇没死 众人在意京 还有一位一位九重武皇 和一位八重武皇 那也就是说 姬家也死了一名八重武皇 一下子 他们就产生了各种联想 这定然是三大势力 相互火拼造成的 否则 其他人 肯定还没有这种实力 去击杀八重武皇强者 各位 如果八九皇还活着 你们觉得 我们出去 还能够带着宝物离开吗 那人接着说道 文言 所有人神色纷纷一阵 对啊 这么死了这么多人 连两大门派八重武皇都死了 姬家也死了一位八重武皇 再加上这里有宝物出现 等出去 对方岂会那么 客客气气 很明显 不可能 有一位九重武皇和一位八重武皇坐镇 两门的八重武皇又全部陨落 根本没人能够跟他们抗衡 林霄心中满是震惊 西语成这事 想要对姬家的人动手 圣天门的人自己都是大为吃惊 他们根本没有协商过这件事情 也没有人指使这家伙怎么就突然做出这种决定了 若是有人联手还好 若没有人敢动手 那他们岂不是要跟着遭殃 等若出去光明正大 姬家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但在这里 姬家便可以找到借口 而且还是他们主动去挑衅的 到时候他们圣天门也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姬家讨回公道 此话一出 姬家的人神色也都纷纷变了下来 他们显然也没有料到 圣天门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三百个人如果都联手的话 他们还真吃不消 毕竟他们的修为都被压制在了一重武皇境界 各位 若是有人敢动我们姬家 等出去后 姬家定会一律清算 而且还不只是你们 你们背后的家族都会遭到连累 姬城起声音毫不掩饰地道 文言 众人心中纷纷一颤 他们方才 确实有那个想法 不过也正如姬城起所说 就算他们围攻 把姬家的八九重武皇杀了 等若出去 他们活着的全部人 姬家的人都能够完全记下来 他们哪怕是逃走了 被姬家查出来 他们的家族都会跟着遭殃 毕竟 那可是八九重武皇强者 姬家的核心力量 那把他们杀光不就完了 站在圣天门那人再次说道 诗 纵人纷纷到西凉气 把姬家的人全部杀光 林霄也是吃惊 这西语城 跟姬家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想把姬家的人赶尽杀绝 不过 西语城说的 确实也在里 与其让对方记住自己 不如 直接全部做了 林霄都不得不惊叹 这西语城 还真是有魄力 这一点 倒是有些像他 你找死 姬城起冷哼一声 直接动了 朝着说话的人冲了过去 手中一箭 众虫披向了那人 那人手窥然不动 灰剑阻拦 与姬城起声拼硬抗 对姬在了一起 第一二四四张鼓洞 下 当 一阵刺耳的金属大响 那人退了数步 姬城起则是退出了十数步的距离 众人纷纷大惊 圣天门的八重武皇不是都死了吗 那人是谁 力量怎么会那么强大 能够与姬城起的力量抗衡 还隐隐占据了优势 姬城起在古城与人战斗爆发出来的战力 多少可是亲眼见过的 是姬家这一批最为顶尖的天才 与之那赵隋亲和毕状都不差 难道是赵隋亲 不是赵隋亲 赵隋亲已经死了 我亲耳听到他的声音 亲眼看到他跟圣天门的八重武皇被人杀死的 那又会是谁 圣天门还有其他强大的人物在其中 难道是其他人冒充的 应该是其他人冒充的 只是其他势力或者散修 还能够出现这样强大的人物 还真是罕见 也不知道他邪恶之欲内 都得到了什么机缘 此时各种声音响了起来 你是谁 姬城起望着对手 冷声质问道 本来他想快刀斩乱麻 把对方杀了震慑其他人 没想到 对方的实力 竟然不在他之下 别说是姬城起 就连圣天门的人都吃惊 虽说他们还有七重武皇强者 半压制修为后的实力 他们还做不到震退姬城起的地步 他们这几人 方才就相互奸神时交流过了 唯有这家伙一直没回话 对方实力又这么强劲 他们敢肯定定然是别人冒充的 有人拿着他们圣天门的名号 去对付姬家 另一旁的保海玄也大为吃惊 他不清楚 这衣服有缺口的他们四人中的哪一人 不过却没想到 对方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其羽城没有搭理姬城起的话 而是朗生大喝了起来 各位哪怕你们不对姬家的人动手 这里不死些人仍旧出不去 难道你们还要得着他们逐个猎杀你们 杀人越货吗 众人心头纷纷一震 擦拳膜掌蠢蠢欲动了起来 对方说的没错 哪怕他们不动手 也得有人死够了才能够出去 如果他们不连起手来 到时候死的肯定就是他们这些实力相对较弱的人 反正姬家八九重武皇不死 他们出去也是死 倒不如放手搏杀 你们现在的身份 姬家的人都不知道 你们还在怕什么 圣天门的人 苍龙门的人 我们的两三位八重武皇 都被姬家的人杀了 难道你们忍得下这口气 难道我们两大门派远远不如姬家吗 难道我们这些人 都要被别人骂缩头乌龟 被同门骂缩头乌龟吗 七语成连连说道 声音滚滚 震荡每个人的耳骨 圣天门和苍龙门的脸色难看 他们顿时有种杀掉这家伙的冲动 谁不知道 这家伙是冒充的 竟然盗用圣天门的名头 来借用他们的力量 而对方说的 却十分有理 他们各位八重武皇都被杀了 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是姬家的人杀的 但是 他们两门八重武皇都死了 姬家却还有一位八重武皇和一位九重武皇活着 这个时候了 他们还不敢动手的话 传回去 定会被同门取笑 杀 这个时候 苍龙门那臂壮大喊了起来 朝着姬家的人冲了过去 苍龙门的其他人 也纷纷冲出 杀 西宇成大和一生 朝着姬家的人杀去 圣天门的人 也不得不杀去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两门加起来 都起不到什么优势 毕竟 对方有姬城起 一名八重武皇 和九重武皇 不过 掠视也不会太大 毕竟有一人能够立抗姬城起 还有那苍龙门壁壮 也能够立抗八重武皇 只不过 那九重武皇 就有些麻烦了 需要很多人围攻 而最主要的是 现在时机成熟 他们现在一领头 其他人就会加入围攻当中 天塌下来有两大门派顶着 杀 这时 林霄也冲提剑杀了过去 反正 这个时候 也没人知道他是谁 八大世家和三大圣地 都参与封印他母亲 虽然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也算是有些救援了 杀一些鸡家的人 减弱一两个鸡家的核心力量 对于他日后来说 或许是一件好事 而且 为了免去自己出城后的威胁 他也不得不动手 而在林霄这个三大事例外的人带动 那些蠢蠢欲动的人 都忍不住了 纷纷杀向了鸡家的人 那也包括另一个一脚有缺口的人 当然 还有近200号人 仍旧是没有出手 因为涌动攻击的人太多了 他们便在外围观站 如果没有人上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上 但是 有那么多人冲上去了 他们就抱起了围观的态度 林霄也知道那些人的想法 又可以避免伤亡 又可能坐收余力 他们自然会选择围观 不过 他也根本无惧那群人是后减什么便宜 其他人冲上去的人 也有着与林霄差不多同样的想法 纷纷围攻向了鸡家的人 此时 鸡家的人愤怒无比 若是在外面 谁敢对他们鸡家的人动手 一个九重五皇 足够该压全场 而现在 胸围被压制 一群人围上来 他们哪怕是在墙 都双拳难敌四手 我们鸡家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没太久的时间 有人便积成重伤 发出愤怒的咆哮声音后 便被乱刀砍死 定然有人将我们的消息传回去 你们等着被灭族吧 鸡家威严 不容侵犯 你们必有报应 阵阵愤怒和咆哮的声音接连响起 一个个鸡家的人 接连被鸡杀 当然 出手围攻的人 都死了不少 没太久的时间 鸡家那十数人 都死了大半了 林骁和子师傀 则是与一群人联手 杀向了出现实力较为强大的一人 那人在死之前 也将自己八重五皇的身份暴露了出来 而此时 那鸡城起 仍旧还在坚持着 身上已是鲜血淋淋 没想到 我鸡城起 会这么窝囊的死在这里 不过 你们应该会发现一件事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哈哈 鸡城起滚滚大喝一声 手中长剑一抹 直接将自己脖子抹断 自尽而亡 鸡城起 是个人物 与鸡城起对战的西宇成 不得不赞叹道 接着 他又杀向了其他人 而没太久的时间 鸡家的人 便全部被杀光了 苍龙门和圣天门皆有人负伤 其他势力的人死的还不少 杀完鸡家的人后 鸡家人的储物界和人丹 也纷纷被相应的对手争夺 其中 也包括林霄 他杀的便有好几个 当然 其他被鸡家的人杀死的人的储物界和人丹 林霄也顺手取了不少 杀完最后一人之后 所有人都纷纷停止了下来 人数 又少了三四十人左右 此时 那城门 已是在移出了一段 然而 距离完全敞开 还很远 而让得一群人 眉头接皱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身穿鸡家服饰的人 直至他们杀完 都根本没有遇到一个 比鸡城起和那位八重武皇还要强悍的人物 也就是说 鸡家的九重武皇 积累 肯定不在里面 而是 穿着其他服饰 隐藏在人群中 这下 麻烦了 他们都动手 把鸡家的其他人都击杀 九重武皇还活着 一旦出去 他们岂还有活路 第1245章 我不是积累 吃算了 鸡家九重武皇隐藏在人群中 西羽城神色凝重地道 林霄和其他人皆神色凝重 而不仅是参加战斗的人 外围没参加战斗的人 神色都凝重了起来 鸡家的人被灭了 他们也期待 幸灾乐祸 可是 对方还有九重武皇活着啊 等一出去 对方肯定不会去分辨哪些有没有参与了 而是 全部照杀 九重武皇 有这个实力 哪怕 也会有人能够逃走 那恐怕也只会是少数 而且 事后 也会遭到鸡家的怒火 林霄 等下 有没有 联手堵住所有人的魄力 这时 那身穿圣天门衣服 一脚缺口的丑陋中年人对着林霄喘音 听到这声音 林霄可以完全确定 对方就是西羽城 而听的这话 林霄脸上不禁抽了抽 去堵住两三百号人 他们哪里能够堵得住 当然 不只是我们几个 我会与圣天门和苍龙门的人沟通 让他们也一起堵人 至于我 虽然不是圣天门的人 也没有任何嫌疑 他们不会怀疑我 西羽城说到 他都鼓动其他人灭鸡家了 不可能会怀疑他是鸡家的九重五皇 林霄看了看城门口 粗略地算了算 道 照这个城门的移动位置 恐怕还要死上两百号人 城门才会打开 到时候 若是尔门的人活着多一些的话 或许还能够再赌一赌 再死两百人 那最终便只会剩下一百人上下 他和子师傀 似乎 到时候在门口堵人 也没有其他办法 九重五皇 绝对不能放他出去 当然 其间能够先发现那位九重五皇最好 林霄又补充说道 虽然还可能还有实力解堵 但 活下来的 基本上都是较为强大的 而且那九重五皇更强 到时候闯门突然爆发实力的话 那未必能够拦下来 最好的方法 便在城门完全打开之前 发现对方 将其击杀 这是最后的关卡 西语成点头 随后看圣天门和苍龙门的人 似乎在与他们神识交流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 西语成便对着林霄传音道 他们相互确定 都是门内的人 他们愿意堵门 我先让这些人 也参与堵门 不过 事后 要也将他们除了 说着西语成看了 看旁边一群对姬家出手的人 这些人 总共都有六七十号人 人数太多 也难以确定 姬家的九重五皇积累 是不是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混入了其中 不过 终究只可能是一个 其他人 为了活命 肯定都会愿意参与堵门 如果其他人都被他们击杀了 他们在联合二门的人 将这些人击杀 便能够完全消除积累的威胁 这有些阴狠 但也不算得什么 只能算是一种智谋 毕竟 进入这里的 哪个不是杀人越货之辈 没有任何交好的 谁也不会对谁留情 而且 那些准备参与堵门的人 心中肯定也已经另做打算 当然 这是最坏的打算 如果早早便发现积累 那么 便无需这么麻烦了 在与对姬家出手的人传音沟通过后 西语成在对林霄传音道 搞定了 现在 我先发动所有人混战 说吧 西语成像了众人 换回了另一幅声音 朗生开口道 各位 九重五皇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出去 所以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他找出来杀了 方法很简单 就是找出实力其极强大之人 当然 有四个实力强大一些的人 可以事先排除 我 这位朋友 还有两位朋友 西语成指了指 苍龙门矮兽的臂状 又指了指林霄和子师傀 林霄和子师傀 当众把一边衣服没有切口的衣服 刺了大半 让得手毕露出来 以让其他人好辨认 否则 到时候乱战一团 他们实力一强 被误认为积累 那可就麻烦了 众人皆纷纷点头 他们也相信西语成的话 西语成 第一个主张灭姬家的人 绝对不可能积累 那矮兽的臂状 身材一眼便能够看出来 声音也能够听得出来 也可以排除 在林霄和子师傀 围攻姬家八重五皇 林霄还亲手杀了姬家八重五皇 是积累亲手杀死自家八重五皇的可能性 太小太小 今日 大家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就看运气了 不死各两百来人 今天我们也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现在 狩猎开始吧 说到最后 西语成声音滚滚 具有相当的诱惑性 所有人都有种热血药燃烧起来的感觉 这个时候 厮杀 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找出积累 也是他们唯一的火路 等一下 所有人正要动手的时候 一个带着有些巨异的大喝声音响了起来 让得众人都不由停止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纷纷朝着那开口说话的人看了过去 那人没什么特别 一身灰衣 基本没法辨认出是谁来 都是一副丑陋中年人的模样 是他 我最后见过他出手 他的实力很强 一连击杀了五个人 那人指着一个青袍丑陋中年人说道 声音也故意做了改变 被指的青袍中年人猛的一愣 神色顿时大变 混账 你这是想借刀杀人 我根本不是积累 皈依中年人身体微微颤了颤 他是胆小怕事之人 所以想很久才开口 对于姬家的九重五皇强者 他仍然有些所畏惧 但这个时候 他也想通了 说出来 他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杀死 别人也不会管 但是 他还有一群后辈在里面 那些人不知道怎么样了 但至少 以他们家族的逃命手段 肯定还有人活着 隐藏在人群 只有姬家的九重五皇指出 他的后背才有活路 现在不指出 等下若是城门打开了 就晚了 说不得他自己也有可能战死 我如果说谎 他们也会杀了我 如果没有把握 我怎么敢说出来 那灰衣人提起了气 更气回应道 我不就杀了你们势力的人吗 将以此借刀杀人 我先杀了你 青袍人朝着灰衣人举剑攻击了过去 其他人也刚看着 想要知道青袍人是不是积累 看他出手就是了 而且 他们也想看看 那灰衣人 是不是贼喊捉贼 第1246章先杀了他 叮叮当当 两人激烈交战了起来 青袍人变得很愤怒的模样 不过战力上 却仅仅只是比那灰衣人强上了那么一丝 打了好一会儿的时间 那灰衣人被青袍人击杀 那青袍人身上也中了几刀 伤势不清 气喘吁吁地道 各位 别听他胡说 我根本不是积累 呵呵 这应该是你最后做的无奈掩饰了吧 西语成笑了起来 道 不管你是不是 多杀你一个不多 各位 先杀了他 西语成朝着那青袍人冲了过去 你 金袍人气的要吐血 没错 他就是鸡蕾 穿着身服饰 不是他早就想到了鸡家的人要被灭 而是 为了方便去杀苍蒙们的八重武皇 结果 鸡家的人 反而被这家伙鼓动人心击杀了 敢怒不敢言 这是他成为九重武皇后 最为憋屈的一次 不过 他也暗自庆幸 自己换了服饰隐藏 躲过了一劫 以带出去以后 出一口恶气 为族人复仇 可谁知道 竟然还有一个家伙看到了自己杀人 把他给指了出来 现在 哪怕是他做出掩饰 也只有死了别人才放心 就为被压制在一重武皇境界 面对两三百号人 还有几位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 哪怕他是再强 哪怕是他从九重武皇境界压制下来的 也根本扛不住啊 鸡磊心中郁闷无比 他堂堂九重武皇 难道就要这样憋屈地死在这里了吗 杀 在西语城冲出去之后 不少也跟着围杀了上去 现在的西语城 隐隐有成众人主心骨的迹象 毕竟是西语城 出谋划策 为他们寻找了出路 林霄和子诗魁也杀了上去 毕竟对方是九重武皇强者啊 手中的储物界肯定是不简单的 在他们招招致命下 和一群人的围殴之下 积累很快便暴露了实力 把身份暴露了出来 啊最终 在愤怒的咆哮声音中 被子诗魁一手插死了 不是林霄也不是西语城 两人甚至都在遗憾 没有亲手杀掉一名九重武皇抢者 而积累一死 对方的储物界 却被西语城抢先抢了过去 林霄也只好罢手 然后 一群人便停顿了一会儿的时间 让得积累的身体 凝聚成了一枚丹药 林霄一把抓在手中 西语城这下也没有跟他抢 然而这时 林霄赫然发现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 林霄历史就感觉到了不妙 这么多人 围攻上来 哪怕他实力再强 也会扛不住 就要将丹药扔出 这时西语城朗朗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等一下 说着 西语城把那枚戒指举了起来 各位 一枚储物件和一枚丹药而已 我们可以不要 西语城示意了林霄一眼 让得林霄将那枚人丹也交了出来 西语城手中捏着那枚人丹和积累的储物件 道 这枚丹药和储物件 我将扔出去 大家去争夺便是 不过 这个位置 说着 西语城目光扫向了附近两门的人 最终将目光定在了那壁状身上 朗声道 各位 不若 把二门的人 先杀了 众人纷纷错愣 把姬家的铲除了 现在 竟然要铲除二门的人了 他身上 不还穿着圣天门的服饰 二门的人 神色齐刷刷地变了下来 当然 我肯定不是二门的人 我与三大势力有仇 所以才设计对付三大势力 西语城解释道 而且 我自身的修为 并不高 只是同阶战力强大而已 出去以后 对大家肯定没威胁 至于二门 等一下 维海等西语城说完 林霄便连忙阻拦道 二门的人 已经没有太强大的高手了 等出去了 对我们也并没有多大的威胁 如果等我们将二门的人杀了 三大势力不知情 定然会追查 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什么麻烦 将反 有什么事 二门扛着 说着 林霄又传音给西语城解释道 我有熟人在苍龙门 拜会时怕有所愧疚 西兄可否放过他们 微微愣了愣 西语城回应道 那个壁壮十分不凡 将来或许会是一个劲敌 不过 既然与林兄有干系 将来未必也会是敌人 放过他们也无妨 林霄暗松一口气 这里的人 连鸡家的人都杀了 要认得西语城说下去 二门的人肯定会被人群杀死 当然 本来如果积累还活着 西语城肯定也不会将矛头对向两大势力 现在积累死了 他们也不用联合众人去堵门了 而也正当这个时候 那壁壮也开口说道 没错 我们二门 八重五皇 基本上都死了 对你们来说 没有任何威胁 出去以后 若是我们对你们动手 你们联手便是 我们也不可能为了隐瞒这件事 去把各位的牢底掀翻 杀人灭口 毕竟 我们势力不弱于鸡家多少 我们的八重五皇长老 也都陨落在了这里 而且 大家都并非具体的身份做事 鸡家哪怕是找上我们二门 也没有足够的理由 所以 出去以后 我们二门 绝不会对各位动手 相反 此事由我们二门撑着 鸡家 找不了我们麻烦 也没有脸面去翻各位的牢底 壁壮一说完 西语城便点头道 说的有理 此举 是我疏忽了 既然如此 那么 能不能走出来 就各凭本事吧 说吧 西语城 把积累的储物界和那梅丹药 朝着左右侧方向 同时弹了过去 嗖 嗖 嗖 人群纷纷动了起来 朝着那梅丹药和储物界杀了过去 本来 他们就得相互厮杀 现在 有这个储物界和丹药 他们便顾不得乱杀 纷纷朝着那储物界和丹药冲了过去 一旦拿到储物界 他们就发了 毕竟 那可是九重武皇的储物界啊 里面都不知道放着多少好东西 进入古城之后 又收入了多少东西 一拿 甚至都能够让一个小家族的实力大涨 至于那丹药 由九重武皇凝聚而成的 虽然他们还不知道用处 但肯定也是极其不凡 叮叮当当 战斗爆发 现场一片混乱 到处厮杀的声音响了起来 只是那储物界和曲率扔去的位置 人数更多 而苍龙门和圣天门的人 则是快速躲到了一边 既然人群不再对付他们 他们也不好参战 否则再引起怒火 他们两门的人都很有可能会被灭杀 而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九重武皇的储物界不凡 但也没有重要到那重地步 林霄和紫师傀 以及西宇成 乃至还有另外活着的保海玄 也杀入了人群 当然 无论是林霄这边 还是西宇成 都照应着保海玄 毕竟 人数众多 哪怕 保海玄也是从五重武皇兄为压制下来的 也会有些危险 你真舍得把九重武皇的储物界扔出去 战斗中 林霄对着附近的保海玄传音问道 第一二四七章说的跟真的一样 在你将丹药交给我时 我已经将它换了 西宇成回答道 林霄一惊 他都没有发现 西宇成的手法 还真是快 你倒是把储物界留下了 我那九重武皇变成的丹药 却是没了 林霄有些责备的说道 这个实在来不及换了 西宇成有些尴尬的声音传来 这东西也不知道具体是否有用 等出去 我不计你一枚八重武皇名成的丹药 林霄心中暗喜 又有些吃惊的问道 你到底杀了多少八重武皇 秘密 西宇成声音略带尴尬 没有再回答 苍龙门的八重武皇 该不会是他杀的吧 林霄心中烂道 不过 道也没有太过计较 毕竟 苍龙门只是龙徒天在其中 并非他所在的宗门 而且 也未必全都是龙徒天一脉 说白了 实际上苍龙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这种机缘和凶险之地 山王也很正常 替苍龙门说了一次话 可以说 已经是很给苍龙门面子了 战斗 记忌好长一段时间 厮杀十分激烈 若是有外人看到 定然会极为的震惊 这里面战斗的人 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两三百号模样相同的人混战 那场面 简直混乱的不能再混乱 很多人甚至连自己人都分不清楚 具体是哪一个将自己打伤都不清楚 此了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而这其中 没有凝聚成人丹的丑陋中年人 竟然还有不少 戴德古城内的人数 减少到了只剩下百人之时 东 的一声大响 那城门 赫然完全打开来 门开了 这时 有人惊呼了起来 所有的战斗 纷纷停止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那城门口 不过 停顿了好一会儿 没有人第一个去尝试 哪怕 他们都认为 城门完全打开 已经可以出去了 是 这个时候 只见得靠近城门的人 将身负重创的一人扔向了城门口 只见那人冲了出去 出现在了城门外 愣愣的看着前方 然后又回头看了看 可以出去了 这时 一道道身影 朝着外面暴掠而去 圣天门和苍龙门的人 也纷纷暴掠而出 趁着所有人都全力向外暴掠 林霄瞬间换了一件灰衣 把子诗魁收入到了储物界当中 而后便也跟着暴掠了出去 诗 一冲出城门口 那夜色月光 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 诗次暮的阳光 而中围 也并不是古城外先前的中围 而是 有着一大片院落的大门前 四处美景方移 杨有叙叙 地草连连 鸟鸟 婉转回旋 荣誉的天地灵气弥漫其间 一幅祥和的景象 不过 这风景 只是顺着印入众人的眼帘罢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十分震惊地扫向了前方 因为前方 已然站着一大片人马 在那大片人马身后 则是前方大片院落大门前的门牌 门牌上 念捐刻鸡家五十部数个大字 也就是说 他们从邪恶之域出来了 管出现在了鸡家分部的门前 而且 鸡家几百号人 都已蓄势待发 林霄不禁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一个八九分虚幻的大门 刚好消失在了这片虚空中 远处避空万里 草木聪裕 道路相间的场景映入眼帘 现在 林霄已经确定 那邪恶之域 肯定是另一片空间 犹如玄域一样 他们从古城出来了 直接就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刚好 还是鸡家的分部 这么大动静 不引出这鸡家分部的全部高手才怪 林霄脸上都不由抽动了一下 刚刚为了消灭九重武皇的威胁 把鸡家的人全灭了 本以为脱离了鸡家的威胁 结果现在 竟然直接出现在了鸡家分部门口 林霄顿时都有第一时间跑路的感觉 不过 并没有妄动 否则便会遭到攻击 其他人也是如此 见得鸡家三十步那下一刻 他们差点一轰而散 不过 还是忍了下来 以免引来追杀 就如先前所说 天塌下来 还有圣天门和苍蟙门的人顶着 各位 这究竟怎么回事 此时 站在前方中间位置的一位老者 惊讶的开口问道 其身上 竟然有若有若无的气息弥漫了出来 其修为赫然达到了九重武皇境界 这老者 竟然是九重武皇强者 这下 所有人神色都凝重无比 没有人第一时间回答 他们所有人 也都在面面相去 因为 此时他们所有人的面孔 都已经恢复了过来 在相互扫视 有人甚至还期盼着 当初那位假扮圣天门的人 站出来说话 为他们挺过难关 不过 等了好一会儿 并没有人开口 便知对方肯定隐秘起来了 若被认出来 那肯定也是被 圣天门和苍蒙门的仇杀 最终 众人的目光 又投向了 苍蒙门和圣天门的人 现在 也只能靠两大门派的人了 苍蒙门 还有五位青年 三位中年人 圣天门 还有六位青年 四位中年人 碧撞站了出来 对着那鸡家的九重武皇一脸诚实认真的回答道 鸡圈长老 进入邪恶之狱后 我们经历了零零种种的诡异 有尸体会杀人的墓地 有死兽吞人的邻居 还有神秘墨色的黑塔 最后 我们闯入了一个诡异的古城 那古城内 有无数长的一模一样的人从房屋内冒出 四处追杀 经历重重突围 最终 我们这群人从九个出口其中之一逃了出来 碧撞脸不红 心不跳地 继续说道 哪里料到 我们会出现在这里 至于我们门派的其他长老和弟子 都分散着逃向了其他出口 鸡家的人 进入古城的绝大部分人 也逃了出去 只是 不知道他们出现在了哪些位置 碧撞的脸翼说完 从古城内逃出来的上百人皆是一片愣然 出现同样模样的人追杀 总共有九个出口 他们门派的长老弟子分散着逃入了其他出口 其家人也绝大部分逃了出去 这碧撞 还真能编 而且 几乎都不用什么时间思考一般 一脸的诚实 说的跟真的一样 上百人心底 都暗暗对着碧撞竖直了大拇指 一脸的佩服 这些大势力 果然是什么人才都有 第一二四八张封印光照 难怪家主所说 那个地方 不可大举进入了 原来这么诡异 听得闭壮的话 鸡家五十部主是长老鸡绢也忍不住常叹道 毕竟对方是苍龙门的弟子 他也没有过多怀疑 邪恶之欲出现不久 他们鸡家家主就说过 那个地方极其凶险 因此 才让第一波人马进入其中查探 有尸体会杀人的目的 有死兽吞人的邻居 还有神秘莫测的黑塔 以及有同种模样面孔的人冒出来杀人 看来 这邪恶之欲 果然凶险无比 而具体的情况 想来 他们鸡家出来的人 很快就会传出来 胡说八道 正当这个时候 一名二重五皇境界的青年冲了出来 律师跪在了鸡绢等人面前 拱手道 鸡绢长老 他在胡说八道 进入古城 所有人羞围被压制到一重五皇境界 出城前 为了避免被九重五皇抢夺 所有人合伙起来 将鸡家所有人都给灭了 这名青年语速极快 几乎一下子就把话全部说完 立在虚空中的上百人纷纷错愣 他们这些人 不是都站在一边的吗 怎么 竟然还有人敢把事情捅出来 跑 林霄历时大喊了起来 连忙转身抱退而去 将此事说出来了 鸡家的人 怎么可能会放任他们离开 也用解释 到时候一解释 终究都会露出马脚来 对方有所准备 反而还没有机会逃走 秋秋秋 不容林霄所说 人群顿时一轰而散 向四面八方逃窜而去 一阵阵怒骂的声音响了起来 恨不得把那名青年给千刀万挂 本来要蒙混过关了 然而 却有傻子把他们给出卖了 二门的人生情 其他人一个都不要放过 鸡娟顿时勃然大怒 滚滚大喝了起来 堂堂一个九重五皇强者 竟然被一个后背给耍了 而他们鸡家进入古城的人 竟然都被这群人联合起来给团杀了 其中 还有九重五皇强者 这可是鸡家巨大的损失 杀了他们鸡家的人还在他面前说谎欺瞒 若对方逃了 岂不是让这群人笑掉大牙 简直就是对他们鸡家最大的侮辱 而且 这群人手中 肯定也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更不能让他们逃走 恐怖的气息 自鸡娟身上爆发 浩瀚的九重五皇威丫 瞬间笼罩天地 他一掌拍出 巨大的掌力 直接朝着上百横推而出 而鸡家五十部门前的其他人 也都跟着向四面八方暴略追击而去 林霄源灵力爆发至极 然而却还是感受到了后方有恐怖的力量袭来 而正当这个时候 是 一道璀璨的白光 突然在后方激发而出 瞬间笼罩在了林霄的身上 直至充斥到他前方位置数百丈外 这白光犹如月光 没让得他有太大的感觉 不过 这白光充斥而来后 那后方恐怖的力量赫然消失了 林霄回头看去 果然 那道掌力 赫然消失了 所有人都处在这白光当中 但林霄的速度也没有停止 继续向前暴略而去 然而下一刻 蹭 林霄只感觉 仿佛撞到了什么东西一般 然而 被远远弹射了回来 我 林霄一阵 眼前 那白光笼罩的边缘 竟然无法让人冲出去 难道又是什么困阵阵法 不仅是林霄 此时 一道道人影 冲在四面八方的白光屏障上 纷纷被弹射了过来 正当这个时候心急之时 西雨城滚滚的喝声忽然想了起来道 各位 这是我从古城中得到的封印光照 三千丈内 能够将所有人压制到一重武皇境界 无人能够逃出光照 文言 被震退回来的众人纷纷震惊 封印光照 能够拥有古城一样的压制效果 而此时 他们确实也纷纷感受到了修为的压制 他们的修为 又压制到了一重武皇境界 当然 修为低的倒是没感觉到 诸如林霄 而鸡家大门前的三四百号人 都被笼罩在光照之内 修为高于一重武皇境界的 他们都纷纷感受到了压制 鸡娟的眉头 都不禁皱了起来 封印光照 能够保持半炷香的时间 大家快去把九重武皇杀了 否则 所有人都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这时 西语成又滚滚大喝道 听得这话 从古城内跑出来的众人 心头纷纷一震 这种话 怎么听着这么熟悉 他们 要在这把鸡家的九重武皇给灭了 要知道 虽然修为被压制 可这里不是古城 他们的模样 并没有任何变化 外面的人 同样能够看得进来 鸡娟也是顿时一阵错愣 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竟然 还有人扬眼 要杀他 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过 而且 对方还仅仅是一个青年 连两大门派的弟子都不是 哼 想杀我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 鸡娟怒声命令道 给我灭了他们 说吧 鸡家的三四百号人 纷纷暴冲而出 鸡家的人虽多 却参差不齐 快杀 说着 西宇成带头冲了上去 杀 林霄扔出紫师傀 取充忧天魔柱 一人一师朝着鸡娟冲了过去 虽然 在这里杀人 会暴露身份 不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修为压制消失 他有没有机会离开 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九重五皇威胁 实在太大了 杀 冲杀鸡娟 壁壮也大喝了一声 带着苍龙门的人 冲杀而去 盛天门的也跟着冲出 其他人也朝着对方 纷纷暴冲而出 现在 他们已经没有选择 哪怕不对鸡家的人出手 鸡家的人也会将他们杀光 双方距离本来就不远 对冲之下 瞬间就冲到了对方进前 而第一个 则是西语成 持着长剑 重重的披向了鸡娟 哼 鸡娟冷哼一声 一剑重重的对斩了过去 哪怕是修为被压制下来 他也是九重五皇强者 岂是对方能够轻易抗衡的 当 两人常见对鸡在一起后 爆发出了一阵刺耳的金属交击之声 强大的力量 震得两人皆倒退了出去 西语成退出了十数步 鸡娟退出了五步 这怎么可能 鸡娟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对方只是一个青年而已 在修为压制下来之前 也不过只是六重五皇境界 压制下来之后 竟然可以硬抗自己 将他都震退 而在两人交击之后 林霄和子诗魁 瞬间冲向了鸡娟 有数个鸡家的人也飞跃而来 不过只有其中一人率先赶到 子诗魁与那人重重的对鸡在了一起 而林霄则是抡着忧天魔柱 狠狠地砸向了鸡娟 第1249章打压九重五皇 当真以为谁都能够抗衡老夫不成 鸡娟大怒 一个二十五六年纪的能够震退他也就算了 对方可能拥有着特殊的天赋 可这个也仅仅只是二十年纪 对方当真以为 他九重五皇境界的修为 是压制后同阶境界可以随意震退的 归动常见 鸡娟催动出了强大的武技 一剑威猛绝伦地对鸡而去 当极为刺耳的声音响起 两人一剑一柱重重的对鸡在了一起 铺 鸡娟一大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而林霄则是直直的立在了原处 这 怎么可能 倒飞出去的鸡娟 整个人都有些猛了 他还想着拿对方立威 一举重创乃至震死对方 结果 对方没事 反而自己受伤了 要知道 对方可是只有二十年纪啊 而他 可是从九重五皇境界压制下来的 在扬州 他几乎是可以横着走的人物 现在 他竟然被一个二十年纪青年给鸡伤了 这让德鸡娟难以接受 鸡家的人群也吃惊不已 他们鸡家五十部的主市长老 九重五皇的强者 在这几鸡之下 竟然 被对方给鸡伤了 这也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就连西宇城都极为震惊 连他施展绝学都被震退出来 而林霄倒好 直接把对方鸡伤 见到林霄出手的其他人 也同样吃惊 大致就猜测到了 这七年就是在古城内 联手击杀鸡家九重五皇的一位强者之一 而先前被震退的那位 肯定就是冒充圣天门的人那个领头人 与此同时 旁边的子施魁 则一掌接剑 一掌声声插入了鸡家一名中年人的胸口 令其直接毙命 施魁 见状 鸡娟又痴心又愤怒 对方竟然在他面前 生生把他们鸡家的人一击给鸡杀了 而此时 鸡家其他几人 已经冲上了上来 与林霄队鸡在了一起 一住一个 林霄将对方远远震飞了出去 被震飞出去的鸡家人 口中都有鲜血吐出 有几个 甚至都直接被砸死 林霄队这些人的攻击 实际上只是普通的攻击 远不足他攻击鸡娟的力量 鸡娟是九重五皇 为了尽快击杀对方 方才那一击 他已经动用了九幽魔区一忧的实力 声拼硬抗 那威力 哪怕是压制下来的九重五皇 也难以抵挡 不过 最动九幽魔区太过消耗 对付其他人 林霄道也没有动用出来 杀 此时 西雨城再次冲向了鸡娟 保护好主事长老 这个时候 一阵大喝声音 鸡家大部分 纷纷朝着这个方向涌了过来 本来 他们就有不少人朝着这边冲来 只是速度稍慢了一些 这个时候 听得那喊声 更多人冲来 逆逆麻麻 鸡娟一下子被自己的族人冲到了前方 而林霄等人一方的人马 也纷纷拼命奋斗 双方激烈的交击在了一起 鸡娟顿时感觉到郁闷无比 他堂堂九重五皇 什么时候 还需要别人来保护了 这让得他有种被人狠狠羞辱了的感觉 叮叮当当 交战激烈无比 鸡家人数众多 不过真正实力强大的仅仅是少数 大部分人 都是因为大门口出现异变前来观看的 而从古城内出来的百人 都在这个修为压制情况 战力相对较为强大的 方才从进去的两三千人 乃至最后厮杀的两三百人中活下来 战力水平远远高于鸡家 而且 因为这个封印有限 因此 他们为了活命 各个都是在拼命厮杀的 鸡家的人马 一个个被震退 一个个被击杀 一片片倒下 鸡圈顿时都有种心口疼痛的感觉 而在双方激烈交战的同时 三千方圆的外围 人群不断涌来 有一些 是鸡家的人 大部分 则是其他势力的人马 见得眼前的情形 都纷纷震惊 竟然有人在鸡家的门口 与鸡家的人厮杀 而且还一片片的将鸡家的人击杀 这简直就是胆大包天的举动 他们很多人都想冲入其中战斗 然而 那月光笼罩一般笼罩 太过特殊 他们根本无法冲入其中 快去通知49部主市长老 鸡圈立马对着外围鸡家的人大喝道 鸡家人有人隐阴 历时飞掠了出去 光滑内 鸡圈被鸡家的人群包裹在虚空中中央位置 周围有人不断冲杀 鸡家的人不断被鸡飞或鸡杀 鸡圈时不时 也冲去攻击对手 大战 如此持续了好一会儿时间后 林霄终于抓到了机会 冲到了鸡圈面前 九幽魔区再次催动 又一击重重的砸向了鸡圈 鸡圈正将冲过去的一人一箭鸡杀 见到林霄攻击而来 脸色一变 连忙催动出强大的绝学 一箭强横无匹的硬挡了上去 当 铺一右口鲜血喷出 鸡圈的身体 再次倒飞了出去 砸在了后方鸡家的人身上 将那人直接震得吐血 向前砸了过去 而这个时候 鸡家的其他人 又冲挡在了林霄近前 让得林霄无法再次冲去 将林霄 紫师傀 以及西宇城涌来的人数众多 不过却是伤亡最为惨重的地方 当然 林霄这一方的人马 也不少人向他们涌来 抵挡对手 助己人抽身 因为他们知道 林霄己人是最为可能杀死鸡圈的 大战 又持续了好一会儿 双方都有人倒下 只不过鸡家的人倒下的更多 鸡家那边倒也不只是只有鸡绢一个高手 有数名七重武皇 战力也十分强大 还有一名青年和壁壮纠缠在了一起 两人不分胜负 而此时 时间只剩下了不足半刻的时间 鸡家人只剩下了一百三四十人 林霄所在一方人马 也只剩下了五六十人 近距离冲杀 近范围交战 这伤亡率实在太大了 虽然鸡绢已经身负重创 不过被鸡家的人群拥护着 还是很难一下子鸡杀 时间快到了 快 七语成有些焦急的声音响了起来 众人闻言 心头纷纷颤动 更加拼命地攻击对手了 如果时间一到还没鸡杀掉九重武皇 那么 他们所有人都要完蛋 奈何 鸡家也有不少高手 虽然他们能够以一敌二敌三 能够不断将对方鸡伤鸡杀 不过 竞速并没有那么快 第1250章可以一试 你能不能一鸡将鸡绢的把握 这个时候 交战到林霄不远处的臂状 突然向林霄问道 声音毫不掩饰 一鸡鸡杀我 鸡绢脸上一抽 心中冒出了滚滚怒意 好歹 他也是九重武皇好吧 一鸡鸡杀他 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而且 还是一个小辈问另一个小辈 声音毫不掩饰 这简直就是对他赤裸裸的羞辱 鸡绢都有种恨不得冲上去将对方鸡杀的冲动 奈何 太多人想要杀他 而且 还有人能够将他击伤 只能守在内侧 寻找实力不太强大的人出手 一鸡鸡杀 听得闭壮的话 林霄微微一愣 就要一下子否定 毕竟他动用了九幽魔驱几次 都没能够将对方击杀 哪怕是对方重创了 以对方的实力 他还做不到一举击杀的地步 不过他顿时想到天魔掌 心中暗暗思索到天魔掌的力量 凌驾九幽魔驱之上 应该能够将对方击杀吧 不能力量出体 天魔掌应该也不至于抽空体内所有力量的地步 讲到这 林霄对着毕竟回应道 可以一试 听得林霄的话 鸡绢脸上再一抽 一个敢问一个还真敢这样回答 等封印时间一结束 老夫要让你们求死不能 鸡绢心中暗道 希望你能做到 这个时候 壁状速度突然已被暴涨 脱离了那个青年对手 而后 瞬间掠向了林霄 双手推着林霄 在虚空中绕了好几个弯 以极快无比的速度 突破人群 冲向了鸡绢 林霄大惊 没想到这壁状 竟然还能够爆发出这样的速度来 体内 滔天的魔源涌动 林霄的体表脸色 都变色了下来 虽然没有任何气势散发而出 此时的林霄 给人的感觉 却仿佛变成了一尊魔头一般 变得可怕无比 鸡绢顿时嗅到了危险 体内最强的绝学催动了出来 自身天赋也催动而出 滚滚原力在他体内运转 咻 眨眼的时间 林霄便是冲向了鸡绢 双手分开横抓着幽天魔柱 直直冲向鸡绢 左手手掌一推 拍着幽天魔柱朝着鸡绢砸了过去 讲杀我没那么容易 滚滚大喝一声 鸡绢至强制大的一剑 迎接斩向了幽天魔柱 当刺耳的金属交击声音响起 林霄手掌按着幽天魔柱 连着鸡绢的剑砸入了鸡绢的身体 尖血蹦射而出 鸡绢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撞在了鸡家一个中年人身上 而后 鸡绢的半个胸膛赫然裂了开来 你 鸡绢双目瞪得大大的露出了惊恐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而后整个人毕命黄泉 到死都想不到 他堂堂九重五皇强者 鸡家五十步的主师长老 竟然会在自己的家门口 死在一个小被手中 这一刹那 看到的所有人都纷纷震惊了 无论是在战斗中的双方 还是外面的人 脸上都露出惊愣无比之色 九重五皇 真的被他们杀了 天啊 当着鸡家的门口 将九重五皇主师长老鸡杀了 这片地区 要发生大事了 这青年 还真是胆大包天 这青年好生生猛 恐怕是有什么可怕的体制天赋 可惜啊 要遭到鸡家的无尽追杀了 阵阵议论声音四处响起 而外围的鸡家人 各个都握起了拳头 主师长老被杀 数百人被杀了大半 这简直就是他们的齐齿大辱 死了 哈哈 这时 封印光障内 西语成突然爆发出了一阵 畅快无比的大笑之声 而后滚滚大喝道 各位 还有一些 反正九重五皇都杀了 不如把他们全部灭了算了 哈哈哈哈 杀 杀光鸡家这些王八蛋 杀他娘的 杀啊 一群人也疯狂了起来 现在 他们根本不去考虑什么后果 反正都已经杀到了这重地步 在对方九重五皇被击杀后 各个都心灭了起来 战役高昂 而鸡家的人则是相反 九重五皇陨落 顿时士气低落 撑住 封印时间快到了 一旦封印解除 我必杀他们 这个时候 一个青年滚滚大喝声音响了起来 这是之前与毕壮立抗的那位青年 听得这青年的声音 外围的人 又纷纷经历了起来 那个是鸡家的地级天才 鸡羊 以他的实力 若是鸡家还有足够的人坚持下来的话 实力一恢复 他确实拥有鸡杀对方的实力 那可未必 谁又能确保 那能够将鸡捐鸡杀的青年 实力不够强大 他肯定只是肉身强大而已 无法进展 都起不到用处 仅有二十年纪 无论如何 都肯定不会是鸡羊的对手 而且 这外围 还有一些鸡家的人回归 说不得要不了多长的时间 另一部的鸡家高手会赶来 这外围的人群 恐怕也有会不少人要替鸡家参战了 那鸡羊现在 岂不是要遭到那两名青年攻击 那两人 一个爆发出那种速度 一个爆发出那般可怕的力量 肯定是动用了什么秘法 无法再动用第二次 没错 两人定然有巨大损耗 甚至自行重创都有可能 快看那青年无法无力再战了 阵阵声音接连不止 鸡杀九重武皇 还要在鸡家门口团灭鸡家 这事情闹得太大了 而人群中的林霄 身体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追动天魔掌 虽然力量没有向外激发出来 虽然也没有抽得他身体 到了一下子虚拖的地步 但损耗还是太大了 短时间内 他根本施展出了多大的力量 普通力量一击 他都在难以施展出来 保护一下我 林霄对着毕壮说道 手中一枚七品出击补原 丹药扔入嘴中 同时 他也在向西宇城靠近 也命令子师傀尽量摆脱对手 朝着自己暴略而来 对于毕壮 实际上也有忌惮 不过对方应该能够猜测得出 在古城内就过其一命 将来 对方也不会到恩将仇报 趁机对他下手的地步 我能说 我也需要保护吗 我催动速度不需要消耗吗 毕壮在旁报院说道 也将一枚丹药扔入了口中 林霄一阵无语 也好在 他们一方的人 气势大涨 杀得更猛烈了 皆家的人哪怕是想要杀他们 没有多少人能够向他们杀来 而毕壮虽然口中说消耗巨大 但也还能够再战 冲上来的人 都被毕壮挡了出去 无人伤及到林霄 林霄体内 但药药效也在快速涌动 滚滚的补充着林霄的原力 没一会儿的时间 林霄便再次拥有了战力 再过好一会儿的时间 林霄的力量 再次恢复 是 而这个时候 那封印光涨 终于全部消失 这一刻 战斗都纷纷停止了起来 待会儿 再来 请请贴 影响 我对他 这次